俄罗斯外交部在声明中说 俄方将此事件视为公然挑衅 美方意在破坏和平与良好秩序 美国军舰进入俄领海这一事实 并不会给相关水域的地位 带来任何国际法方面的影响 俄方敦促美方 今后避免这类冒险举动 否则美方将会为可能产生的后果 承担全部责任 俄方保留采取回应措施的权利 据报道 11月23号 美方唐纳德库克号驱逐舰 进入黑海水域 美方的理由是 为确保海上安全 其驱逐舰行动 是北约大西洋决心行动的一部分 俄方黑海舰队 则对其动向进行监视 仅一天后 俄国防部有报告称 美军约翰·麦凯恩号驱逐舰 在俄远东地区彼得大地湾海域 闯入俄方领海两公里 其后 它被一直监视的俄军 维诺格拉多夫海军上将号 反潜驱逐舰拦截 俄舰严厉警告称 可能使用冲撞机动 把美舰赶出领海 美舰立即改变航线 驶向攻海 未再企图进入俄方领海 这两起事件 被英国媒体解读为 俄美海上潜在冲突升级的一种迹象 媒体担忧 这是俄美两个军事大国火花碰撞 走向进一步冲突的前兆 俄卫星通讯社指出 美国军舰经常以促进自由航行为名 闯入俄罗斯和其他国家领海 美国军舰经常以俄罗斯和其他国家领海 美国军舰经常以俄罗斯和其他国家领海